外貌比老公还老,好像六十岁。张妾难忍此说,于是发文回呛酸民。张妾怒斥一些媒体找回几十年前的照片,然后故意在她不注意时拍下手照,借此比较,让她感到非常娇奈。 对于外界批评和年轻时差了起码十只玻尿酸,她生气的回呛,您真是猜对了,因为我脸上连一滴玻尿酸也没有打过。 我怕我打了十只玻尿酸又被你血往红脸,撞脸谁谁谁。 也有酸民抢她的外貌大不如前,经营美容产品的话没有说服力,对此她则反驳,拿我年轻时的照片和我现在43岁的状态比,难道您不允许我按自然规律老去吗? 难道您认为我可以成为止抗岁月止抗地心引力第一吗? 她也希望外界不要胡说八道,我是拥有合法营业执照合法销售权利的合法商,我是卖护肤品,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使客户拥有最安全最棒的护肤品,拥有最出色的美容技术。 请小编调查清楚再来写文章,不要信口开河。 这个世界需要认真负责的语言,诚实善良的。 自称老义的,近年积极发展美容事业,老公也十分支持,甚至在他生日时准备含有他产品的蛋糕,感情甜蜜如初的两龄羡慕不已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illiamzius sungded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gén���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